围炉这一天一大早 志工开始准备中午的食材 照顾户陆续来报道 民权进司堂就像过年一样 温馨热闹 你心想想 其实你拥有的很多 到了中午围炉时间 台中市社会局副局长陈仲良 穿上围兜为照顾户送菜 慈祭是我们所有 若是相亲的第二个家 能够借着围炉来感受到 家人团聚的快乐 然后也能够感受到 慈祭对我们的一个关怀 苗栗联络处也举办围炉 志工组成五龙队 好友过年气氛 这次围炉还特地邀请照顾户来音乐演出 岁末年中 志工邀请照顾户温馨相聚 这份真挚的情谊特别动人 大爱新闻 知善美志工 台中苗栗 综合报道 谢谢